好了 鄉親啊 也是為今天開始 台電來掛動熱天的電鍵 根據到台電治療的氣氛 一般的騎駕 在那季熱天 一個位平均的用電是291度 如果是熱天的 平均的用電是4808度 這樣算一算 每一家家庭 在熱天平均的電費錢 會來結出到415塊 要怎麼來省電呢 說不需要用的電器 這個插頭的記錄就把它背掉 要有冷氣的過日的忙就要換洗 另外冰箱也不可以放太多 這些小伙伴都可以給我們 洗電還有洗錢 夏天到了開餐廳 當然也要開冷氣 省電有伙伴 在那說過日的忙要洗 順緩電視也可以省電 開了那你覺得說 沒有客人的我就把它關掉 那有客人你再開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耗電的 因為它這樣的壓縮機 這樣再啟動的話 我覺得是最耗電 台電6月車一開始 調整變成是熱天的電價 和不是熱天來比 平均291度 一貨差不多555塊 但是6月到9月 熱天用電量 平均4808度 電費970塊 增加415塊 怎麼會升值呢 東西你用了太久 我覺得你要把它 不要說等到壞掉才換 因為舊的機器跟新的機器 畢竟不一樣 現在出來的都比較省電 在那邊用的電器 炒頭要被電 冰凸也不要冰到拔拔拔拔 放太邊 冷氣循環變差 這樣就比較吃電 另外 舊的電器 改白都要換 這都是新電的祕訣 別覺得麻煩 如果今天 季節可以花幾百元 新電有個看法 感谢观看